脑场明星死前三个月才碰面!毕书静患不回天上的她! 毕书静心中一直有个她!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8万0404! 毕书静和李玉玺为了宣传主演电影有一种喜欢,接受Now News专访,谈到二人在片中都是学校风云人物,是许多女生关注的对象,那私底下呢? 李玉玺牵称自己在学校比较耍宝,毕书静才是受女生喜欢的帅哥,但也透露二人喜欢的女生类型完全不一样,甚至连追求的方式都不一样,他是会主动的那一种,毕则说,我比较被动,大部分是被女生告白。 而其中又一毕书静的初恋女友,最令她难忘和印象深刻,她说,我在韩国国一到国三,有一个在一起三年的初恋。 有一天我跟我妈和弟弟吃饭的时候,我妈的手机响了,原来是以前小学的女同学,她因为查学校联络部知道我妈的手机号码,就打电话过来,然后叫我拼,跟我说,我很喜欢你,我回,然后呢,她说,我们在一起好不好,我回,好呀,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三年。 但为何这女孩第一次打电话说要交往,便马上答应呢? 毕坦诚早在小学时候就注意到她了,觉得这女生很乖,也因为她的家庭背景,没有爸爸妈妈,只有弟弟跟奶奶,当时便很想保护她,毕说,我认定的家人或朋友,就会保护到底。 她不仅是毕交往过最久的女朋友,也是她第一次牵手和亲吻的女孩,毕回忆当时她俩跟表哥一起去乐店乐园玩,表哥想帮他们拍照,于是她就积极主动牵起她的手,还曾经送她回家想亲吻她,但却拉住对方的手, 有二三分钟不知道该怎么办,只是一直盯住她的嘴巴看,最后终于慢慢靠近她。 毕习近的初恋女友,成为她心中的遗憾。图记者林百年社,200118万0404。 可是这段初恋,在国三的时候却划下休止符,令毕书近相当遗憾,原因竟是对方劈腿她的好朋友,而且毕完全被蒙在鼓里。 是后来看到女友和好友手牵手走在路上,才发现事情有蹊跷,毕书近之后只去找了好友,明确表示二人不可能再当朋友,然后潇洒地成全对方。 不过终归是初恋,似乎仍然有眷恋,毕在21、22岁的时候,有回韩国主动联络跟这个女孩见面, 二人娶KTV唱歌,去局酒屋吃东西,还说好第二天要再见一面,但隔天毕打电话给她,她就不接电话了,之后毕回台湾二三个月之后,又打电话还是联络不到她,却听到朋友说她已经用很不好的方式离开了。 毕书近感叹说,我不懂,我们见面那天她一直都很开心,还跟我说她想整形,我就说男已经很漂亮了,干嘛要整,就聊一些很轻松的话题,她都回答得很开朗,完全没有任何征兆,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非常不敢置信,后来我也有回去看她的坟墓,心想,还好她离开前有见到一面,让我知道她长大之后的样子,她其实很漂亮,她是大家都认为很漂亮的女孩子。 李玉玉玺,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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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玺,别看她平常爱搞笑,碰到喜欢的女孩,也是浪漫的不得了。 追求刚大仿承认的女友温依时,她透露是先从朋友开始,然后慢慢渗入她的生活当中,让对方渐渐习惯自己,接住每天叫她起床,关心她有没有吃饭等,最后告白一举成功。 但可能两人是从去年九,十月才开始交往,因此温妮还没接收到男友最浪漫的时刻,李玉玺表示出道前交往的一个女朋友,就曾经给过让她爆哭的惊喜。 她说,这个女朋友当时在百货公司打工,我去探班,她给我她家的钥匙,要我帮忙拿个东西。 因为我平常跟她逛街,都会记得她拿起来,感觉很想要的东西,然后记在手机里,所以我的手机被忘录,有一列都是她拿起来看过的东西。 我就趁她打工的时间去买了四、五药,放到她家里,衣服就挂在衣柜,书就放在书桌等,然后写一张很大的卡片贴在门口,什么都没讲就回家,等到她一回家看到我准备的一切,打电话给我就感动的一直哭。 李玉玺,左,和毕书进的感情,不书亲兄弟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,二千零一十八万零四百零四。 谈到电影里,二人犹如亲兄弟的感情,对照现实生活中的毕书进和李玉玺,几乎一模一样。 毕书进甚至曾经因为公司给李玉玺安排了太多通告,心疼她太累,还难得地跟公司发了一顿脾气, 难怪李玉玺说毕就像她的哥哥,一个默默关心她的哥哥,会注意她很多小细节,她的存在就是一个安全感。 而当李玉玺这么说的时候,只见毕书进紧紧微微小默默看住她,那种兄弟情,便尽在不言中了。 王宇儿,又二,和林应为,作二,在有一种喜欢中,与李玉玺,毕书进配对表现自然,颇受好评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,两千零一十八万零四百零四。